李小伯以后,他在广场上见到满面黑灰疲倦不堪的儿子。 李小伯以后,他在广场上见到满面黑灰疲倦不堪的儿子。 当天晚上上,广场上传来学生们宣布停止爵士改为静坐的消息, 但第二天中共总理李鹏宣布 血运是动乱并宣布戒严 1989年6月4日凌晨 北京发生六四大屠杀 学生理学王丹一度下落雾迷 6月5日傍晚 王林云与世的同事告诉他 同仁医院有五具尸体无人认理 其中一具身穿黑色T恤 白色裤子的像是王丹 同时要了一张王丹的照片 准备托人去认领尸体 当晚王丹一女士和丈夫两人默默无言 对着桌上的晚饭无法下宴 直至被通知尸体应被其他人认领 6月12日晚 中央电视台播出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 王丹一女士赫然发现 儿子的相片出现在屏幕上 并被列为21名通缉学生领袖之首 儿子被公开通缉后 王丹一女士及丈夫 谢绝了朋友的挽留 于6月15日返回北京家中 6月30日 公安人员及舰舰部队持枪 到王丹一女士家中做收场 操作了王丹的几本日记 1989年7月2日 王丹在北京被捕 关押于秦城监狱 7月3日 王丹一女士受牵连 被公安局关进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要他揭发王丹 并批评王丹 反对六十 反对思想基本原则 但他反驳说 王丹只是和平示威 符合宪法的违向规定 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 反而逮捕王丹是触犯宪法的行为 因此他被关押五十多天 当局一直未能解释 他因何罪名被关押 1991年 王丹以反革命宣传三动罪 被判四年徒刑 1993年2月17日获释 有记者问到母亲王丽云女士 她说希望政府能允许 王丹回北大继续读书 1995年5月21日 王丹再次被捕如狱 后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 被中共当局判刑13年 在1989年至1998年期间 王丹先后两次入狱六年半 王丽云女士及家人 从未终止 每月由北京到辽宁锦州监狱探视 王丹形容没有母亲和家人的支持 就没有可能承受住漫长的牢狱生养 1995年5月 王丽云女士 连同其他人士共45人联合起草 迎接联合国宽容年 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呼吁书 以宽容精神 对待意识形态 政治思想 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 重新评价六四时间 以及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 而被关押的人员应该予以释放 1998年2月12日 王丽云女士及丈夫 智涵国家主席江泽民 指出王丹因患严重疾病 要求允许王丹保外就医 以挽救生命 同年4月19日 中国政府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 以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为名 允许王丹保外就医 将王丹递检送往美国底特律 2007年4月2日 尽管王丹已经离开中国 王丽云女士及丈夫 能到王丹先前复兴的锦州监狱 办妥王丹行满四方手续 希望他能够回国团聚 2008年6月 王丹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王丽云女士及丈夫赴美参加毕业典礼 2015年6月正值六四时间26周年 王丽云女士表示 无悔当年 没有劝着儿子参加学生运动 他认为反贪腐和追求民主 是爱国的表现 他希望中国当局以人道立场 让王丹回国探视 谈到香港的雨伞运动 他说香港年轻一代 都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一代 希望父母尊重子女的选择 2019年5月 王丽云女士在北京接受香港电台访问 表示自从王丹2017年 进居美国华盛顿之后 自己同曾经中风的丈夫 难以达成长途飞机探望 王丽云女士指中共当年 无法解释学校儿子的国籍 他认为次局不合法不合情 希望中共当局开明 趁当年建国76年 让流往海外的学生学职回国 他同时表示有心理准备 在有生之年 儿子有可能无法回到中国 2021年12月28日 王丽云女士因突发脑医学 经抢救无效 在医院去世 中年86岁 当天一日下午 举行告别仪式 由于王丹不能反国 只能由他的中学同学 大学同学 朋友及外地赶来的亲属 待为他母亲送上最后一层 在国外的王丹 为母亲手上七天 期间暂停直播节目和专栏写作 也不参加任何公共活动 王丹当年母亲说 如果没有我 他的一生非常平顺 平税平和 他指出 母亲在此时常劝自己少喝酒免伤身 因此王丹宣布 从此一生我将敌酒不战 作为对他的纪念 作为对他的纪念 王丹还说 如果有来生 他只愿做他母亲的儿子 守住他的母亲 天安门母亲发起人张鲜林女士 对王丹云女士的历史表示哀悼 他说 虽然一众天安门母亲已经言计老外 但相信民众不会淡忘这场运动 作家苏小康等人权人士说 王丹成为六四事件后 八九领域被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之首 他的母亲王丹云女士为他的儿子感到自豪 关于王丹云女士的家庭 他和丈夫王献真都是考入北京大学 两人才是高中式的同班同学 他们在1962年在北京大学举行婚礼 王献真先生留任北京大学教授数十年 从事古生物的研究 他们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是王锦青 儿子是王丹 作为历史学家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八九学院领袖的母亲王丹云女士 著作诞生 他的主要代表作包括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 瞿秋白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派别纠纷 瞿秋白文集 还有邓中夏文集 还有《观像念传》 以及他后来的作品 包括《走过那个时代》 还有《岁月苍茫我与儿子王丹》 王丹云女士的生品大致介绍到此 我都知道老人家去世其实是喜丧 希望就是不用气氛那么那么的凝重 也要谢谢所有这些相助办追思会的这些朋友们 尤其是宴姐经验破空等等 那么今天的这个场景就是虽然人不多 但是大家来这种关心我觉得再次验证了我们 虽然在海外也很多人都是流网 但是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大的家庭 那我母亲对我一生当然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母亲对我一生影响极大 举其大者有二 第一个呢就是读书 我从小的我觉得最基本的家就是我母亲从小就告诉我 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读书要阅读 从小就是我家里书就没有断过 我要买任何的书他都会买给我 我之前还记得因为我母亲在国家博物馆工作 他们有一个书库 所以我小时候常跟他去 就是我自己小时候的小时候一个在书库里可以待一整天 然后他那些同事见了他就夸他说 王林云你儿子真的很爱读书 我一直记得当别人夸我爱读书的时候 我母亲脸上那个高兴的样子 看得出内心那种满足 那种满足对我就是非常大的鼓舞 或者说也是一种命令 所以培养了我一生喜欢读书这样一个习惯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一生获益无穷的一件事情 因为阅读后来事实证明 是我能够度过两次坐牢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武器 也是我就是三十多年来 能够守住本心的一个精神支柱 阅读对我的重要性 到现在才慢慢的体会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一生获益无穷 这是我母亲我就留给我最大的精神遗产 第二个精神遗产就是我记得八九年 当我入狱的时候 我母亲他过了一年多才第一次看我 那么抓住那个机会 他就告诉我八个字 这八个字我当然就记了一辈子 我也一定会记下去 他就说所欺无愧 随遇而安 这话当原来叫君子所欺无愧 圣人随遇而安 他当然不能说圣人之类的 但他送我这八个字所欺无愧 随遇而安 那这八个字的意思就很简单 就说做一个人不要亏着自己内心 不管怎么样 不亏着自己内心就好了 第二个就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你要学会调整自己 去顺应那个环境 所欺无愧随遇而安 他就说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他就说就是你就好好地记住这八个字 那这八个字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现在想 其实真的是有大智慧在 当然不是说我母亲的智慧 因为这是古人的话 可是他在我那个时候的那种情况下 告诉我这四个字 是我能够在监狱里坚持下来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等于是一种武器 我回来正常想 什么是遗产 父母留给子女什么样的遗产 我们看到很多父母留给子女财产 豪宅等等 我目前没有留给我什么 我父亲还在 所以其实他也不可能 就我们家也不是什么有钱 他不可能留给我什么金钱 可是我现在讲真正的遗产 我自己认为就是我目前留给我的这两个 一个是月读 一个就是那八个字 所欺无愧随而安 我觉得这个两个精神遗产 比所有的物质的遗产都更有价值 我们刚才有些朋友 讲到我母亲的坚强 就是了解我母亲都知道他很坚强 可是大家都不如我更了解 其实他的坚强比大家想象的 还要再高好几倍 我这也是回忆他 就讲个故事 就是我第一次走劳 是1989年 那次我判四年 到了第三年半的时候 当时政府迫于国际社会压力 准备提前释放我 所以我后来是提前三个月释放 但是提前半年的时候 其实政府就有到监狱里 也有找了我家人 就跟我们讲说 就是政府可能会提前释放 以假释的名义把我提前释放 所以 就到第三天半的时候 有一次探视 我母亲就跟我说到这件事情 我就跟他讲了 我不知道他知道 我跟他说 我说政府可能会提前释放我 结果你们都没法想象 我母亲说什么 我母亲说 你不要答应就继续坐牢 天下来有这样的 母亲让儿子继续坐 那我母亲意思就说 说都把你判四年 三年半都让你坐了 最后给你半年 我们才不买他这个情 要做就给他做完 再出来 我当时真的是 我心里 我心里反正又不是你坐 我坐 当然这个事儿 由不得我 后来我还是被提前释放了 但是我就说 我母亲的坚强 是我都想象不到 他自己独生的儿子 他宁愿他再多做几个老 也让我不要向共产党地统 不要给他们这个机会 让他们显示他们的慈悲 当然这个最后还是 天天十文 那个不是 但是后来 我觉得这个我母亲坚强 这是非常 就是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外界都难以想象的 我刚才胡平也讲到 就是回国的问题 其实我母亲在生前 当然他早就讲过 跟我多次过通 大家知道几乎每年 我都会想办法 把母亲接触来 见见面 其实他早就跟我讨论过 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如果你病重病危 我说我一定打闹领事馆 或者说我一定会给政府 施加压力 就是回来 至少看你最后一面 我说只要能够让我回来 我觉得为人做儿子的 就是我宁愿 我说跟政府 做一定的这种妥协 比如说我可以答应 不见记者 我可以不对外讲 只要他能让我回来看你 你也没法想象 我母亲坚决不通 我母亲说 你就根本就不要回来 如果你要写一个什么东西 换他答应让你回来 他说我都不会见你 你就不能向政府 去做这种这种示弱 他一再的跟我讲说 不管我出什么事 你坚决不可以回来 这跟互平的武器思考是一样的 我说这个我会跟美国国会啊 你们那边都会讲好 他们会陪我回来啊等等 安全你不用担心 他说我才不会相信国内党 他说这个为了你的事儿 三十年下来我就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心得 就是不要相信共产党说的任何一个字 所以他早就跟我讲 大家看到这位母亲故事 我并没有去怎么向使馆争取 我也没有想原来想的大 那我有一次 二零一八年我都准备 就是去围困大使馆 这个金涛知道已经都调动了很多人 但这次我就没做什么 因为我母亲再三的叮嘱过在生前 每年都跟我讲 说我不管出生情况 你绝不可以回来 说你要回来我死不瞑目 所以我就完全这回也没有做 就是我母亲之坚强 可想而知 我想这个 我觉得我能对他最大的孝顺 就是继承他的这种坚强 所以我也早就说过 公开场合我就不会因为他的趋势而哭泣 那我母亲走了 我觉得我最大心愿当时就让他安心 老人家走了 他的天手能够安心 所以于公于私都要想办法让他安心 于私来讲呢 我也是再次重申 刚才讲过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过去我酒量并不是很好 可是当然也就是应酬也很多 经常喝酒 我母亲劝了我十几年 就是让我戒酒 就不要喝酒 那他当然从身体角度考虑 那我这方面确实挺不像 我一直没有听 当然他也理解 我跟他讲这个应酬 这么多 有很多也不是我愿意的 那你跟人家出来 这个办一些事 讨论一些事情 大家都喝喝酒 我这也很正常 所以他也没有强行逼我 但是他现在走了 我觉得我要让他安心 所以我还是在此 也重申就是 就忠实一生 我就地久不沾 希望他在天上能够知道 至少这点能够让他放心 第二个呢 就是愚公的部分 我大家也知道 我大概我也没有太多的 积蓄我也不是有钱 那我现在从我积蓄拿出大部分 大概十万美元成立了这个 王林人道救助基金 其实我这个也早就跟他讲过 他那个 我母亲过去每年来都 试图塞给我一点钱 就是他自己的退休金 我都说你根本不要费这个劲 我说你塞给我最后 我一定会 你以后早我一定会成立一个人道基金 用你名字命名 所以你这个给我 我肯定画不到的 我肯定会给别人的 但是他不听 他还是用 要给我 所以这个人道基金的确实有些 就是我母亲的退休金 那当然他本来是塞给我了 我都拿了十万元成立这个人道救助基金 到今天已经送出三万五千美元了 基本都送到国内 也有救助香港的一些朋友 这个都是我母亲要做的 其实 那我是完成他的这个心愿 就是我母亲常常对我讲 就是我们只要有点能力 能够帮助别人 还是尽量多帮助别人 这他都是跟我讲 后来因为我也变成一个公众人物 他对我就有更高的期许 他说你现在有一定的知名度啊 有一定的资源 能够多帮人 就要多帮人一些 我想我成立这个基金 一来也是我早就有这个打算 其实他健在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打算 就一旦有一天发生 二来一个就是 他对我这种教诲 就是一定要帮助别人 那么另外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母亲 对我的这种教诲 好像是我知道就是追求民主自由 重要性 所以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坚持理想继续前行 这是愚公我能让母亲安心的地方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就放弃了 因为他的过失我就崩溃了 我就怎么样走不下去了 他才真的死无名目 在天才不能安心 那我要就是还是继续好好活着 然后继续更加努力 大家看到我现在花更多的时间在民友活动上 那么也是为了让他能够安心 那最后我也说 请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我你看我刚才他们两个哭成那样 我并不会流眼泪 当然我内心我想悲伤肯定是大家都想到一定会有的 说不悲伤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要承受住这些 既然选择了走这条路 我和我母亲早就有共识 就是这是我不能回国 我们可能见不到最后一面 我们早就非常开诚不共的谈过 这是我们一定要承受的代价 他也知道我也知道 所以我并不会为此觉得太多的这种遗憾 因为毕竟这个事业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我想人生都有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遇到这样的重大的这种挫败 我还是想由母亲交给我的那个四个字 就是随遇而安 温馨无愧 这个所欺无愧 随遇为安 我也一定按照就是他的这个叮嘱 去继续走 这些也谢谢外界的很多朋友的关心 那么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朋友对我支持 也能转化为对我们现在正在推动的六四纪念观 对我们我觉得知库对话中国 对我们共同的理想 如果你要对我个人有支持的话 希望能转为对这些理想和事业的支持上来 那么我想这是对我妈最大的 对我目前最大的安慰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